之前在中国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里 有一组23只大熊猫宝宝集体亮相的照片 被国外多家媒体选为2016年度最佳照片 其中最有趣的一张便是 在亮相的熊猫宝宝们中 有一只熊猫宝宝脸朝地不慎从台子上摔落下来 可爱又滑稽的样子 令人忍俊不及 日前在中国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里 有一组23只大熊猫宝宝集体亮相的照片 被国外多家媒体选为2016年度最佳照片 其中最有趣的一张便是 在亮相的熊猫宝宝们中 有一只熊猫宝宝脸朝地不慎从台子上摔落下来 可爱又滑稽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